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小疤你快出现 请你立刻到我身边 一路安全有你守护 我们又再相见 长长花龙无邪 我的小疤 人呢 来捉我啊 在这儿 我听到了 一个 我听到了 两个 三个 根据我精密的计算 躲在这里绝对不怕 四个 我们还没输呢 你还没找到补补呢 五个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明明没有发出声音 你忘记你的引擎声了吗 米丽老师 小朋友们 写声时间到了 米丽老师 今天去哪里写声呀 今天我们要去 原来是去沙漠呀 没错 现在是沙漠的雨季 许多新奇的绿色植物 也破土而出了 还有动物们 也会出来活动 北极小 是兔子了 我要去找它 我要去找它 好啊 心动不如行动 马上出发吧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祝你们出色完成任务 哇 我们来了 兔子 兔子 你在哪儿呀 萌萌 兔子是种很胆小的动物 我们要悄悄的 才不容易吓跑它 大兔子 我知道怎么找它 是警长补补出动的时候啦 根据地上留下的印记 它往右边跑过去了 大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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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萌 里面太黑了 我带你进去找 好 嗨 特兔子 哪里 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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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哪里去了 灯台亮下到它了 我马上关掉 萌萌 萌萌 虫呀 等等 让我打开热情象仪 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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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兔子怎么消失了 别急 我看看 谁在踢我 波波 他跑出去了 好的 我们追过去 好 好 我的眼睛 花了 看不清兔子了 好嘞嘞 补补可以用耳朵呀 我早上也是听声音找到大家 五个 对呀 用耳朵听 我什么也听不到啊 对了 找米丽老师帮忙吧 波波 你的眼睛怎么了 米丽老师 我的眼睛花了 不能帮忙忙小兔子了 可现在没办法 马上给你修理呀 那怎么办 我的耳朵又不像兔子一样灵敏 可以听得很远 你真是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让我看看 有了 顺风耳套装 无论多远多细小的声音 它都能捕捉得清清楚楚 快将它传送过来吧 米丽老师 警长补补 警长补补 装备 顺风耳套装 装备完成 兔子补补 萌萌 萌萌 快上车 我带你去找真正的兔子 嗯 启动旋风耳装置 找到了 好 瞧瞧瞧 嘿 跑得再快也没用 找到了 这下不会跟丢你了 我们又见面了 哦 哦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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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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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耳朵和你的一样灵灵 真是伯伯把我找到的大兔子 他的耳朵又长又大 听力很强 他还能像羚羊一样跳得很高呢 因为他叫羚羊兔 是长耳兔的一种 噓 好像有人在说话 大家快上车 我听到米丽老师说晚饭做好了 好 哦 哦 小可爱们快回来 吃晚饭喽 嗯 你们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们有顺风耳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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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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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